有人說會一起煮飯嗎 什麼時候要生小雪兔 我們會一起煮飯 但他不讓我切菜 因為菜刀會來攻擊我 我切一切 然後菜刀直接切過來 那誰拿菜刀 我 我攻擊我自己 嗨嗨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我是小幫手 今次我要來回答一些 觀眾朋友們想要詢問雪兔的 是的 是的 早在上上個月 上上個嗎 對我有在我的IG上面詢問說 大家會有想要詢問雪兔 以及咱們的小幫手 有什麼QA嗎 其實我很不想要用兔嫂 因為我覺得嫂這一個 沒關係那就叫我山口就好啦 對因為我怕說這一個兔嫂 會讓人家 他會年紀突然增高了很多 我不會覺得年紀增高 只是會覺得 他這個稱呼好怪 自然的 我們現在結婚也差不多 快一年了 對快一年了 然後你現在是單身是不是 你家有戴 我以為你沒有戴戒指 戒指拔掉我就是小三 先跟大家講喔 就是我們很常就是戒指會拔掉 原因無他 工作關係 還有可能剛好要去洗澡啊什麼的 我們就會把戒指拔掉 我覺得戒指戴在身上不僅是一種警示對方的作用 還有一點是 我們可以 互相嘲諷嘛 對我們會講說只要對方沒戴戒指就說 哇你今天是單身 就是我是有婦之夫 然後我跟一個單身女子出去 所以突然她就變成了小三 我們就會開這種玩笑 很多人結完婚沒多久就會把戒指拔掉 我不知道耶 但至少雪兔的母親就是兔媽 她是戒指一直戴著 無論做什麼事情戒指都戴著 我沒有看過她拔下來 不是啦 好啦廢話阿波多說 雪兔在IG上面有幾個問題 就是大概我看看 太多了吧 還好 大概20個 那很多了啦 還行 還行還行 那這一塊的話我們就輪流 輪流來去做回復 輪流來去做回復 我們先從就是第一個開始 我們就是左右左右左右 然後我這邊你這邊 好那我先 怎麼相遇的 雪兔跟咱們的講三口好了 小幫手好了 雪兔跟小幫手一開始相遇是在網路上 我們是因為寵物的關係吧 喔好像是吧 我記得一開始是因為寵物的關係 然後我來去做詢問 那時候是雪兔在要養小莉的時期 欸不對 不是我要養 是你要養蜜帶爐 或者是養飛薇沙 對那時候他在去做選擇 然後就有個來去做詢問 在那個時候是我跟他初步的認識 在那個時期 我跟小幫手還是個朋友 對那是我們的相遇時間 可是好像還有更前面的時期吧 好像前一年吧 我忘記是什麼事情了 就是只是臉書的朋友而已 就這樣 可是沒有交集 對好像沒交集 所以我們很早之前就加朋友了 可是我們都沒有聊天到 好的那我這部分的回答就在這裡 那換小幫手 價值觀分歧最大的是什麼 突然想不到欸 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太詳盡了 我們只有部分的就是肢體習慣不同 嗯 但論價值觀還算大鏡相挺 嗯 還行還行 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會 才可對對對 在某種程度上 他算是我所想要的女版的好朋友 曾經有出現在影片過 有男版的 有男版取出最好的朋友 然後這個是女版的 如果我沒有出現 他就會跟男版的結婚 應該說如果我是女的 我會想要跟男版的結婚 但剛好我是男的 然後我又不是同性戀 所以我跟女版的在一起 好像有點難以說明 對就是一種很生氣的三角關係 選擇這邊有一個問題是 打算辦婚禮嗎 打算 這一塊呢是表示肯定的意思 因為我會希望給自家的老婆 該要有的都有 當然啦 我們可能不會辦那一種百萬婚禮集 因為我覺得其實沒必要 因為辦婚禮的最主要的初衷 就是為了讓我們有這一個流程 體驗這個過程 並且收到來自各方的祝福 跟告知所有人說我們結婚了 這只有純粹這樣子 好 那這邊問小方什麼問題是 有考慮結婚嗎 對啊 真的 好 回答到了問題 那這裡的話 水素是 你跟你老婆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樣嗎 平日日常習慣上衝突怎麼解決 你習慣了嗎 但目前還好 沒有 我們就是有一些家事就是我們看到就會去做 就是我們會 協調 對 也不是說協調我們不需要啊 我們就是看到就去做 但我們 我們不會落在那邊 就有要做就做 沒做的話 另外一個人也會看到就去做 對 就我不會去講說你怎麼沒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 因為都已經是這等成年人了 沒必要再花時間去教導一些事情 這個應該要在婚前的時候就要去理解 而不是婚後才發現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要去計較這些事情 應該是說也沒什麼好計較 對 我就講 我們唯一的衝突 只有肢體 只有肢體衝突 何謂肢體衝突 就 可能我們的身體語言各不相同 所以我還要去習慣 但是我們的生活習慣 價值觀什麼東西 其實都很OK 沒什麼問題 那問兔嫂是 兔嫂是一開始就知道雪兔是YouTuber嗎 還是交往後才知道 我一開始就知道了 然後看到本人 哇 我跳牆耶 對 但是 文梗 迷音在我面前 可是我在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就已經是我們交往後了 嗯 對 我們在交往前 還是朋友階段 其實就是不會想要去刻意找對方 嗯 我們也沒有聚餐啊 對啊 因為好麻煩啊 對 因為他的朋友 他那時候是住在宜蘭 他的朋友四散各地 有的在台中 有的在北部 那就要真的聚餐 比較難啦 很難 對 比較難啦 兔嫂是做什麼工作的 兔嫂有兄弟姊妹嗎 我是做一般餐飲業 然後我有一個哥哥跟姊姊 嗯 然後右邊的話是 怎麼認識的 會辦喜宴嗎 前面有回覆到怎麼認識 喜宴的話有說會 交往幾年的話 我們一年吧 差了多快嗎 交往是一年多 嗯 然後有人問 結婚多久 去年11月11號 再過兩個多月 就差不多快一年 哪一個瞬間認定對方 是要一輩子自己陪伴的人 這跟我來回答 好 你先 也幹話跟我的幹話 真的非常的相近 在某時候網絡上的幹話 其實是蠻多的 但是 我在大部分的狀態下 都還算是理性的吧 我也很理性啊 你這句話就不理性了 不行喔 就如果是對雪拓來講的話 我好像沒有那個決定性的瞬間 而是當任何事情都已經對對好 的時候 我們是 我們還蠻快就同居了 然後就是看生活方式啊 什麼之類的 對 習慣的方式 然後還有各方面都已經確立好了 我們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就是我也很明確的跟小幫手講說 我在婚後跟婚前不會差太多 我不會因為結了婚就變成一個人 而且我的態度呢 始終如一 就是我習慣拒絕 你的任何無理的要求 還是嗎 對 可是就是因為剛剛好我們都 我們完全沒什麼磨合耶 還好 會需要什麼磨合 還好還好 就後續有些 你的習慣 你到底怎樣啦 就是我會不斷地拒絕 好 就是你的興趣 你的吧 不是我的 你的興趣是拒絕我 我的興趣是拒絕 對 所以沒有那個瞬間 就是剛好當我在思索說 是不是能結婚的時候 就直接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可以結婚 對 所以沒有那一個 你們所想到的那種 啊 就在這個瞬間他照顧我 突然幫我拿一杯水 問我說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了 非常照顧我 在那個瞬間 我覺得我一定要嫁給這個人 沒有這種神奇的橋道好嗎 你真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拍什麼偶像劇嗎 沒有好嗎 別再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有些事情就非常有實際 就是所有東西都對完了之後 然後你的感覺又正確了 就是可以結婚 會和你的老婆去玩卡歐雷嗎 那邊 我會啊 但我配卡要靠他 我真的看不懂 大多數學兔的工作時間 我會希望對方 能跟的我會讓他跟 但是不能跟的話 或者是這個過程我知道是無聊的 我會寧可他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例如說 他可以在家玩電腦 或者是回來睡個覺 或者是可能去哪邊吃個東西都好 或者是找自己的朋友 我不會希望對方 時時刻刻都跟著在我身邊 因為我會希望是對方 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並且 假設他真的要滾過來 那我會確定說 你在這段期間 是不是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不然的話 在那邊待著 無聊 還要排隊 對對對 我不希望讓對方感受到我無聊 然後有人講說 你老婆每個月給你多少錢 蛤 沒有 沒有耶 我沒有給互相多少錢 但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就是各司其職在付自己該付的東西 什麼時候露臉 不露 應該不露 有部分是為了要保護自己老婆的隱私 因為他在外面 就是或者是在網路上 有一點口無遮攔 然後我不希望他被引起公分 或者是被演 我希望他在口無遮攔的那個對方 是找不到他人的 沒錯 我口無遮攔 大家知道我是誰 然後就可以 尋現到我的影片底下留言漫媽 對 有人說 會一起煮飯嗎 什麼時候要生小雪兔 我們會一起煮飯 但他不讓我切菜 因為菜刀會來攻擊我 我切一切 菜刀直接切過來 那誰拿菜刀 我 我攻擊我自己 那 生小雪兔 你知道耶 三年 兩三年 以現有的規劃 我們會希望最快也是兩年後吧 就是盛起自然 對 兩年後 就等我們的生活 真心覺得要多一個變數的時候 就會剩小孩 但以目前來講 會希望先把所有的經濟都穩定下來之後 再來考慮小孩這件事情 會不會一起洗澡 這邊我來 蛤 洗澡 不要 不要 沒有 我們家沒那麼大 好不好 還有一點是 其實我們洗澡很喜歡看影片 我們不希望這個浴室裡面太吵 兩部片一起播 不會啦 那可以可以講 可以這樣 這樣就給他哈哈 過了 多了 在愛情裡 如果有吃醋 或者是猜忌問題 該怎麼處理 有需要嗎 我跟他 我對話都給他看 我什麼都給他看 沒有 你的吃醋很明顯 而且你的敵意性 或者是你的行動力都很高 對啊 而且我還會吃他跟男生的醋耶 然後 但 對於我來講 我會看 這個男生跟你的對話 我會看男生的態度 他的態度 我不擔心 因為實質上 他的腦袋沒有講這麼多 我都是屎尿屁 就是 小花手講的話題都比較 沒你一樣 好 這樣可以 這樣的用詞很正確 好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理解他的想法 他的態度 那我會比較在意說 男方倘若是想要調我家的老婆的話 那這個男生我會跟他講說 我盡量的不要聊太多 因為他其實就真的只是 把你當作一種玩物 就是態度不正確 我很不喜歡 可是如果有一些人 他的態度 我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人把你當作男的在聊的話 那OK好不好 這就是純粹的朋友互動 而非異性互動 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其實都是還蠻信任對方的 然後我們也挺公開 就是很多東西 想要看就看不看也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要一直查起 自己另外一半的手機對話的話 這種不信任感 其實很明確的 你們應該是不適合結婚 我也有過這種的 就是這樣子很累 然後最後兩個問題 雪兔你跟你老婆私下都怎麼稱呼 老公 老婆 沒有啦 不會啦 好 但我們確實會叫老婆 在他的朋友面前 我會叫 山口 然後他 我就直接叫他兔哥 兔哥 雪兔 老公 對啊 嗯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呢是 想知道如何維持感情穩定 這個我一樣想不到耶 這個跟上面的其中一個 跟價值觀 我也是想不到耶 這到底要 這很像 我們兩個很像 我還是講不出來 我大概知道什麼概念 這個問題就像是有人在問你說 如何維持一個健康的身體 應該是說 你如何跟自己相處才對 問題的答案淺顯易懂 如何維持感情的穩定 某種程度上 這一個的回答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如果有一個 感情是 你 就是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要去討好另外一半 那個也是不健康的 對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知道感情的穩定 已經享受這些 雞湯的話 推薦看黃山 感情的這一環 你只要在正常的交際中 取得一個很完美的平衡 其實那一個在某種程度上 就等同於你的 最好的感情穩定的方法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太像 所以我們 沒什麼再去刻意 就是我們真的很 很peace 對 我們就是跟自己相處的感覺 所以這個感情穩定 就是 剛剛學術所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 來一個最正解的答案的話 那就是 你怎麼跟你的朋友相處 就等同你 你怎麼跟你的 對 自己的另外一半相處 真的耶 差不多這種感覺 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相處 是特別模式的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總覺得 長久下來 很容易來掉 就是會再見 因為這個東西是特別狀態 因為你是 必須要去維持的 並不是放鬆的狀態 對於我來說 最放鬆的狀態 就是跟自己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拉迪賽 然後不用做什麼噁心的 我以為你要講耳魚我炸 是我在思索 怎麼來去解釋 就會更好一點 你可以不用心機的來去相處 也沒有心機 就是自在不自在 對 跟他在一起 我就可以很自在的 來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有些話我講 我知道說 他也不會有太多的受傷 或是我知道他會 他聽了 但他不會做 那沒關係 我也是講爽 那我就是口嗨 就是講爽的 這個都是 最舒服的關係 莫過於此了 對 那目前的話 就是我們所有的QA內容了 這QA說多不多 其實說少 好像也蠻不少的 可是 以目前的整體的問題來講 我覺得 差不多夫妻QA就長大了 對啊 其實還有一點是因為 大家對你的了解性其實太低了 沒關係不用太了解 我也覺得不用了解 沒關係 只要有玩的給他玩就好了 對 但是出鏡的東西就算了 因為對於學徒來講的話 我也希望說 頻道這一環 不要主軸再所謂的夫妻的相處這一環 那會很無聊 後續如果真的要去做這類型的話 我會再開一個新頻道是關於家庭的部分 對 可是這一環的話等有更多的人手 以及我有更多心理再說 因為我們要有小孩的話 就講還至少應該也要在兩年左右 所以先養房激烈權 那小孩的地位會不薄耶 我想帶一個散步 等後面空間大雨再說啦 嗯 好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我寫度 我是小幫手 後續如果有再更多關於跟小幫手的一些影片的話 我會盡量的在一起做拍攝 但是我會選擇性題材來去做拍啦 因為跟小幫手的互動影片啊 我希望讓他還是好好的在旁邊玩個遊戲 看著我發瘋就好了 因為上鏡頭某種角度上 需要有更多一點的臨場反應 跟很多的就是言語啊 肢體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這一些他不必來去做學習 因為這種東西學了也沒有太多的用途 對他的擠壓呀 真的沒什麼太多的用途啦好不好 好 我的雪頭 我是小幫手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跟拜託拜託 Bye 1 2 2 3 5